这是一道利用 原成中的化石 进行化石群集的对比 它的基本概念 同样的原成 如果含有某一种化石群集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化石群集 得知它的年代 也可以说 拥有相同化石群的 这个原成代表年代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地层对比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方法 那这里面它提供了 甲乙两地相隔很远 但是有不同年代的化石 标准化石的资料 那在对应这个时候 记得不要直接同高度 因为有地壳变动 这些作用 所以可能会没办法直接对应 但是如果你看到类似的化石 相同的化石 你就可以直接对应 所以这个拨地层应该对到紫地层 那一样的这个地层的特征 就用化石种类来对比 拨对丑 所以拨对丑 拨对紫 这没有问题 拨地层可以对应到影地层 这也大致OK 但不要直接一直画 还是要留意一下 像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一些碗竹类 那你不认识没关系 查图就可以了 发现这个图案有 类似的物种 那就可以把它对应起来 所以for应该对到四 for应该对到四 那当然这两个就是错误的了 就是答案选 逐跟一 选这两个错误的 麻烦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